秋死了 他存了不少钱 一半分给了姬野的家人 一半留给了电刺和帕瓦 电刺用这笔钱租了房子 虽然很小 但屋外的景色却很不错 他和帕瓦吃遍了所有美食 尤其喜欢第一次吃的鰻鱼 他们还买了很多游戏 在工作之余的时间玩 腻了就看看电影 这天 打算买雪糕的电刺 问帕瓦需不需要带点什么 帕瓦果断回答揉馅饭团 于是电刺踏出家门 孤独地走在街上 买完东西后 又鬼使神差地坐在路灯下的 长椅上吃雪糕 今天的电刺很幸运 吃完的雪糕棍上写着恭喜中奖四个字 但他非但没有因为这点小确幸开心起来 反倒是将刚刚吃下的雪糕全都吐了出来 吐完又无奈地抱怨起了自己的浪费 事实上 这才是电刺每天的日常 那天之后 他一直被强烈的内疚和负罪感折磨至今 随时都会想起自己亲手杀了秋 看似充实的每一天都有着狗屎般的底色 早上一醒来脑子便混乱之急 无论做什么都开心不起来 无论吃什么也都胃同嚼辣 在电刺看来 自己一定是大脑出了问题 才变得一团浆糊 他一边这样想着 一边躺在长椅上 在半睡半醒的时候 呢喃着波吉塔的名字 就在此时 一个意外的身影出现在了他面前 电刺 你在这干什么呢 电刺顺着声音方向看去 发现身着便装的马其马就在他面前 他告诉马其马 自己吃血糕中了奖 马其马则蹲下身来 摸了摸电刺的手 还关心地提醒电刺 他的手很凉 但电刺却不以为意 直言手再凉也无所谓 反正自己又不会死 更何况雪糕还中了奖 不可以哦 体温太低的话 心情都会变得低落 电刺 站起来 马其马温柔 而又稍显严厉地说着 听闻此言的电刺 轻轻汪了一声 随后颓丧地站起身来 眼中依旧满是悲伤 乖 来我家吧 我们一起喝点热茶 就这样 电刺仿佛被马其马牵着一般 来到了他家楼下 马其马的家很大 整栋公寓的二楼和三楼都属于他 但电刺却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露出震惊的表情 进门前 马其马特意询问电刺 怕不怕狗 确定电刺不怕狗后 才打开家门 随后六七只中大型犬 一拥而上 向门口扑来 他们欣喜若狂地贴近马其马 舔他的脸颊 其中更是有几只不怕生的 连电刺都舔 就这样 电刺瞬间融入了马其马的家庭 与狗狗们玩在了一起 红茶绿茶选米茶 电刺要喝哪种 马其马温柔地询问电刺 电刺则呆呆地回答说 最好喝的那种 随后马其马端来了一块甜品 并告诉电刺 这是自己做的提拉米苏 就在此时 一只哈士奇突然叫了一声 原来它的名字就叫提拉米苏 不是在叫你了 没有在叫你哦 电刺你正在摸的那只叫泡芙 摸摸肚子 是不是很舒服 泡芙的肚子可好摸了 狗狗们 有谁要吃小饼干吗 马其马晃了晃手上的小饼干袋 随后狗狗们立刻亢奋了起来 一旁的电刺也一边吃提拉米苏 一边与狗狗们玩耍 内心的阴霾也渐渐散去 在他看来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太好了 你的手终于暖和起来了 手冷的时候 就应该摸一摸有生命的小动物 马其马轻轻握起电刺的手 电刺则红着脸感谢起了他 说多亏了他 自己才终于感觉好多了 听闻此言的马其马 摸着电刺的头 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 并继续安慰起了他 遇到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你真的很坚强 电刺是个好孩子 马其马的安慰 再次让电刺心情大好 但还没等电刺得意起来 亲手杀死丘的负罪感 便又从心底涌出 就在电刺眼角缓缓流出泪水 想要倾诉一番的时候 马其马的狗狗们 突然向他涌来 以天堂攻势 湮灭了电刺的情绪 见电刺转备为喜 意识到时机已到的马其马 终于决定亲自下场 为电刺创造一个地狱般的温柔香 这次多亏了电刺 所以电刺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你有什么想让我做的吗 马其马轻轻躺在电刺身边 温柔地盯着他 电刺的思绪则已经飞出地表 来到了充满地球的宇宙中 一番深思熟虑地思考后 电刺终于向马其马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想 我想做马其马小姐的狗 我想做马其马の脑 그냥 杀子满地的人